大家好,我是郭德纲 又到了《郭论》的时候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要说起来,咱们这小节目也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在调整当中 因为要随时注意观众们的口碑 听大伙的反馈 看您喜欢听聊什么呀 当然有的时候您有人说了 你聊了足球,聊了体育 列位,这不是不聊,实在是不懂 这位玩意儿您有点太难为人 就是点我知道呢 或者是我听说过呢 我还熟悉一点的 这样呢,还不至于说的太外行 那么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一说这名字大伙都知道 在过去在上海一说这位 那名字一出口,拿着也光当当的烂颤 三个大字,他叫黄金融 曾经有人说过 说这个黄金融算是上海滩的第一教父 黄金融自叫锦庸 他其实原籍是浙江渝瑶人 但是是生于江苏苏州 出生的时候呢,还是清朝的同志 同志七年十一月初一 他是这会儿生了,也就是一八六八年 他爸爸呢,是这个浙江渝瑶县县衍门 行事监狱当捕快 挺露脸,为什么呢 当地有一个大富商,家里丢了三件祖传的宝贝 据说这三件东西价值连城 一个是碧玉的如意 一个是采绿的翡翠的如来佛 还有一个荆轲赐秦王的那么一个立轴的画 这三件东西丢了 结果呢,让他爸爸给破了案子了 这个渝瑶县的支县很喜欢他父亲 当然了,陆陆续续的事情呢 就有破了好几个案子 到最后他爸爸呢,升任了班头 全家人后来是从渝瑶搬到苏州 但是老话说的好啊 常走夜道,这没有不遇见鬼的时候 你老顺利也不像话呀 所以后来呢,也是 你看占便宜是破案吧,吃亏也是破案 后来有一个案子弄得不好 不好,最后把饭碗工作都丢了 没办法了 这个,哎,敢巧了 家里有一闺女,叫黄凤仙 嫁到上海了 那得了,全家人打苏州 又搬到上海 所以这黄金融呢,大小在上海长大 九岁的时候去念书 但是对他来说,他不感兴趣 觉得念书没意思 喜欢干嘛呢 喜欢到那个附近呢 甭管是茶馆,九色啊 就听这些个捕快们呢 班头们讲破案的事 因为这个他好歹算家传呢 因为他爸爸干这个的嘛 听着就开心 或者没事跑到赌场 看人家耍钱去 他由于他小的时候染上了天花 落了一脸的麻子 所以后来有个外号 叫麻皮金融 麻皮那脸带麻子 是这么回事 到了光绪七年呢 他父亲黄炳全去世了 啊,这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 这一下算是坏了 因为家里边就他母亲能干活 给人家什么洗衣裳什么的 勉强的维持生活吧 这一年呢,黄金融十四 就上外边干点什么吧 就半大小子了 干点什么 做点杂活混饭吃 减轻母亲负担呗 十七岁 给人当学徒去 就是表胡店 表字画 就那个地方 每个月呢 就给这么四十个铜板 这小学徒 这个不能像挣个月工资似的 这四十个铜板 就是勉强糊口 学手艺啊 干杂活啊 伺候掌柜的啊 伺候师哥什么的 这一天下来 累得够呛了 熬着吧 就熬到后来 哎 学徒算是欺满了 有点钱了 这有点钱了 他就开始出去 找些个什么流氓啊 朋友们啊 去鬼混 这会儿要不说 管孩子这会儿很重要呢 这会儿正是半大不小的时候 容易学坏 这会儿认识一人 上海的青帮头目之一 叫陈世昌 为什么他们好呢 因为陈世昌也是苏州人 在上海是青帮通四辈的 就在这小东门啊 现在什么中华门东门路一带 哎 跑个签啊 什么骗人 吃喝嫖赌 硬二精通啊 各式各样的赌博 人家都专业的 哎 就这一下 就是把黄金融算是教会了 吃喝嫖赌出 坑蒙馆断头 什么都会 啊 这个陈世昌这一指点他呢 他 站这边 一门铃 要不老话说的对呢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处流 这一下 他就算是 学会了 啊 全套的赌术 出老千 哎 然后平时呢 一天到晚呢 就没有别的正事了 突然间长大了 而且这个 喜欢上这个 找女人了 他就发现 有一个女人 他挺喜欢 谁呢 也是道上人 这种那个外号 叫黑皮常柜 常柜的妹妹 叫姓花 他这个 喜欢他这个妹妹 喜欢姓花 这黑皮常柜呢 其实也没有正经工作 什么都干 偷东西去 摆个摊也行 卖点苦力 碰瓷 抢劫 一天到晚 干坏事 不老回家 他呢 就上家去 找人家妹妹去 没想到半截 人家回来了 他打窗户跳出去 哥哥一看不对 你说实话吧 姓花就说了 好家伙 人家找帮人 堵在道上 给黄金忠打了一顿 那挨了咋不叫完 怎么办呢 得了 找陈世昌 苏口 你看你得给我报仇 陈世昌也不错 就找人办 那会儿衙门口 又当捕快的 好多青帮的弟子 就把这黑皮常柜 就给绑了衙门去了 后来知道了 当然 这种种原因事都过之后 就知道自己也不是人对手 就算拉倒了 这黄金忠觉得这个 在衙门口 他当差这个很好 另外一琢磨想当初自己爸爸当捕快 说你个威风啊 所以他对这个行业特别的这个 特别羡慕 后来自己就是又借了点钱 准备一份厚礼当上补快乐 他觉得这行 可是这当补快乐 这挺辛苦 那会儿的上海县属于是松江府 松江府管辖 他这个每天都把公文送到松江去 一来一回 150多里道 那年头也没有车 什么都没有 穿着鞋 这个带 背着雨伞 拎着灯笼 凌晨三四点就出发 回来的时候得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 这是这个活不错 仗势其人 还能挣点钱 但是太辛苦了 他就老想干点别的 哎 你瞧 机会来了 这个22岁这天 你看这一年 遇见贵人了 这人叫曹显民 曹显民是什么 是个翻译 给谁翻译呢 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法作界总监 他是给人家做翻译的曹显民 这个黄金融在老北门当差的时候啊 这个曹显民呢 每天从这过 每次过呢 他就跟人家避风避净了 客客气气的 所以曹显民呢 就对他很有印象 知道这个人 到后来呢 法租界推出一个策略 叫以华治华 需要120名华人寻谱 哎 黄金融报名去 到报名那一瞧 整碰见曹显民 曹显民你看认识他 哦 这个我知道 用他吧 就给他录取了 这个当年租界的寻谱是分两类 一类是寻谱 包括寻士 寻长 寻官 另一类就是密探 当年有个小拼 有个外号叫什么 叫报打听 包括探员 探幕 探长 所以中国籍的寻谱 当年有个简称叫滑谱 这先训练吧 都培训完之后 黄金融就分配到这个 石楼铺 在这个地段至亲 这个地方 当年算是油水比较大 每天没事 城隍庙 什么得一楼去喝茶去 跟这个地痞流氓啊 青帮啊 这分子咱们一块 在一块干嘛呢 互相的探道啊 出主意 跟他们一块混 让他们给自己服务 好 在这干活呢 这个 油水大 另外这个地方很繁华 他就想 我跟这干活 我得得到人家 这个法国人的青睐 看我的能力大 怎么办呢 他就找眼线 找那个流氓啊 憋三啊 哎 找了这么俩 一个叫丁顺华 一个叫程子清 说你们俩 给我当眼线 做线人 有事 你们就 你没什么 别把紧 这一抓 你就跟着走 被捕了 就就就去 然后呢 我呢 给你们保释出来 对不对啊 哎 这样就行了 然后这个眼线们 到租界里边 就打结去 他呢 黄金融去 跟法国人说 把眼线们 也一网打尽 然后再想法 把他们解救出来 他来回 弄这么几回 这法国人 就觉得这也太厉害了 啊 这太太棒了 这不光法国人 觉得他高啊 这包括当地的商店 也怕他 他是让这个流氓们 上商店去捣乱去 假装打架 骂歇 他一出现 大伙都害怕 然后跟这个店主人 面前呢 充好人 大伙觉得 哎呦 这个小流氓一见 这黄金融 怎么这么怕的 本领高强 哎 他又是又打发人 就跟这些老板们去说 说只要是遇见什么事 别害怕 只要求到黄老板 一下就行了 你这个玩意 做生意 求的是平安的 啊 大伙给他送礼的 有的拜他做先生 哎 当然也有不买账的 你不买账 他就绑架你呀 他想办法 那会儿他让那个 丁永昌 就把那大富商 荣德生给绑架了 跟荣家说 要几十万 你要不给钱 就撕票 那结果荣家 没奈何 只好是如数之父 才把荣德生 放回来 后来这个法族界 还出了一个 四民公所案 这个四民公所案呢 这个 咱说四民公所 它是处于法族界 里边是上海这个宁博人同乡会啊 存棺材买死人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法族界建立之后呢 四民公所呢 就划入法国租界 法国人老觉得租界里边有有坟的反感 就老想把这个坟呢 牵住去 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来就出事了 就是因为 法族界有一回 他借口要修医院 修医院 你们这坟地得牵走 这一下打起来了 法国士兵开枪 打死15个中国人 乱套了 那就闹呗 是吧 就举行抗议了吧 法族界反正也被迫妥协 答应给这个赔偿什么 哎 黄金融就知道 说这个钱 都掌握在这个公所里 有一个董事姓甘甘董事手里边 哎 他行了 他就指使人把这甘董事绑架了 绑架之后 勒索2000块银元 哎呦 那年头这2000块银元还了的呀 当然这个事情 他这种处理方法 两边吃 法国人不满意 而且有人也跟巡捕房总监都 我就说 说这黄金融啊 他跟流氓倒匪 他是串通一气 哎 所以这个巡捕房 这个总监都呢 就在过年 团拜的时候 同着所有人面 就问黄金融 你是不是跟这些个流氓倒匪串通一气 因为黄金融这会儿 已经多少有点名气了 就觉得你这部队 俩人就矫情起来了 就同着大伙顶撞 到最后 我辞职不干 辞职之后 自个儿也犹豫 你说我干什么 现在是吧 想来想去 去趟苏州吧 因为父亲在苏州 有好多老朋友 我上苏州去闯荡吧 这么着 到了苏州 到苏州呢 开始是找了一家戏园子 给人当鬼市的什么的 后来摸熟了情况 得了 我自己开一家 开一家叫共和戏院 自己又是老板啊 又当自己的保镖 反正生意还算不错 当后来 巡捕房呢 总监呢 又请他 还得用他呀 说是一个上海 还是需要你 就这样 从苏州又回上海 巡捕房算是官护原职了吧 反正在这儿 哎 这一来呢 之前的地痞流氓的好多人就又找他来了 相互一配合也破了不少的案子 确实呢 哎 显出他的办案本领来了 这个后来呢 就陆续又发生几件事情 奠定了他这个这个身份 你比如说 1913年 宋教人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袁世凯呢 为了掩盖这个事情真相 就派人反正到处造谣 说这个刺杀宋教人呢 是这个革命军护军都督陈其美干的 啊 所以这个你想啊 本来这个国民党人对宋教人被刺 已经很悲痛了 一听这个诬陷也是义愤填膺 所以决定要抓凶手 保守血恨 就这个 一面请这个英法租界当局啊 缉拿凶手 一面是联络各地的同志们 侦破这案件 陈其美 他是上海青帮的首领 他跟这个黄金融有点交情 就是你帮忙吧 悬赏一万 再加上护宁铁路悬赏五千 这个好巨大的赏金啊 啊 黄金融一瞧这个钱不挣白不挣啊 就把这个英法租界巡捕房的探子们 全都联合起来 咱们一定要这破这案 哎 在这个破案的过程当中 是英租界的巡捕房 发现线索 啊 有一个古董商人到这个巡捕房来了 啊 说我要指控一个人 你说你是谁 我是古董商人 我叫王阿法 我指控一个这个 叫这个英贵新的人 这个英贵新给我拿过一张照片来 让我行刺这个人 说事成之后 给我一钱过钱 后来我看这报纸上的照片 这人是宋教人 那赶紧 那赶紧吧 英租界巡捕房的探子 你咱就找呗 就找着英贵新 哎 就发现他经常去英租界的妓院去嫖娼去 这个消息一出来 黄金融很开心 就赶紧带着人去 啊 带着探长 这金九龄 陈子清 连夜就赶到了这个 那个地儿叫文员坊啊 到这儿搜查 哎呀 查吧 挨个查 清点人口 没找到 但是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说山西话的一个男的 个儿不高 在这个状态下 扭腿就跑 跑就追 黄金融就追他 这种呢 穿过客厅就到后墙这 上墙头 要往外跳 哎 黄金融也翻墙出去 整砸这人身上 俩人就打起来了 这后边这一大帮巡捕们全来了 哎 拿着了 拿着压回来看呗 压回来黄金融看他觉得眼熟 就想起这个人呢 之前在这巡捕房坐过一个月的牢 啊 他山西人叫武士英 本名是吴福明 最早的时候在清军里边当过兵 清朝亡了 他跑到上海谋生来 哎 经过朋友介绍 他认识这个英贵心 有一天英贵心找他交给任务 拿着一张宋教人的照片 还有一个手枪 说你去刺杀 事成之后 给你一千块钱 啊 所以黄金融再次搜查这个英贵心住宅 找着那手枪 枪里边留着子弹 跟宋教人身上取的子弹 完全一样 又发现 谋杀案幕后的主谋 是当时的政府的赵病军跟红树族 啊 所以这个事当时黄金融挺露脸 大伙都知道 你看他厉害 怎么好 怎么好 都传 当然后来这个真正让他发迹啊 是就是破这个山东临城啊 土匪抢劫铁路那个案子啊 这个这是1923年了 5月6号山东 啊 这个这是有计划 有预谋的一个大的抢劫案 啊 截的呢 是浦口开往天津的一个列车 就这个列车 设备很豪华 车里边呢 就乘客200多人 最重要的就是外国人40来位 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 意得利的墨西哥的 各国的外籍旅客 最重要一点 这里边有一位法国籍的神父啊 姓姚姚助教 还有一位法国公使馆的参赞 那这事可乱套了 这事这震惊中爱啊 这重大新闻呢 啊 那么谁接的列车呢 这个指挥者和组织者 是当时活跃在山东一带的土匪头子 叫孙美妖 孙姐原来是当地的父户 家里边啊 良田千景 罗马成群 家里有的是钱 但当地呢 这个土匪多 老上他们家借粮来 官府呢 也是敲诈勒索 最后他们家一琢磨得了 干脆变卖家产 购买武器 招兵买马 聚草屯粮 咱们呢 当土匪吧 他们这个还挺厉害 所以他们后来想来想去 他们是决定 要在京浦铁路上打主意 而且呢 如果劫持的国际列车 车里边有洋人 当年的北洋官军 不敢轻易对他们如何呀 而且可以趁机 要挟北洋政府 所以他们就决定 要截这辆国际列车 时间是这个5月6号的早上 他们是提前呢 先把铁轨卸起一段 等这个火车司机发现 刹车来不及了 车头跟这个三等客车 车厢就出了轨了 后头的头等跟二等的客车 还握破 没事 车一停 这匪徒们全上去了 而且他车上提前有这个伪装成旅客的那个土匪 内外接应 这一下这事很顺利就成功 这里边这个姚主教啊 就被劫持姚主教 他去天津是以传教为掩护 但实际上是打算进行间谍活动 他跟上海 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 由于他你他这个特殊使命啊 所以说法国领事急了 不惜用重金也要赎回这个人质来 上海法租界当局也限令巡捕房 活搜破案 呼 这下全京东方四处打听 那上哪打听去 最后是高价悬赏 凡是提供了姚主教下落的赏银阳三千 有能救出来的赏银阳一万 这个事对黄金庸来说很重要 黄金庸一琢磨 这个案子是难破 但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啊 行 我试试吧 哎 这会呢 哎 那无巧不成书吗 打山东来上海出差 来军官叫韩荣浦 他是临城人 又是这个大军阀吴佩孚的副官 他从山东到上海买东西 在车站 钱包丢了 啊 没办法 来到这个巡捕房这 他找一个同乡一哥们 那时候姓隋 啊 你看我钱包丢了 哎 俩人这一聊天呢 姓隋这哥们就跟他顺便说了这个失窃案 把这事一说 又介绍 你看这黄金庸都认识认识 黄金庸脑子就一动 这大山东来的啊 劫车案你知道不知道啊 他就把自己知道的事 跟黄金庸说了 黄金庸听完很高兴 当时先掏出150来啊 你拿这钱 你回临城 你仔细给我打听 打听了之后 有确切消息到上海报信 我再给你500块 不按有功还另有封赏 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 很快就打听了姚主教的这个下落 扭回头就回了上海 找黄金庸 黄金庸一听啊 哎 太好了 打巡捕房先预支了2000 其中500块钱给了韩荣浦 1000让韩去收买这个 看着姚主教的人 还告诉你事成之后 再给你2000啊 他的实施的 你别管了 其他事都我 找了巡捕房的一个翻译 用法文写了一个条 说你把这条给姚主教 让他放心 我亲自救他 一切安顿好了 黄金庸带着十几个便衣巡抚 由上海奔临城 上一期咱们聊着黄金庸 没说完 黄金庸就是要去山东 办那个劫车的案子 这就是该找 你说这个费了这么大劲 这事谁没办成 你看 他就花了几千块钱 到了之后 就先买通了看守的人员 趁着夜晚 把这姚主教救出来 安然顺利的返回上海 就这个事好家伙 那是让黄金庸名声大振 不仅得到了一万块钱的赏金 而且得到了法国巡捕房 破格重用 提升他做了一个督察长 当年那会儿 那督察长呢 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 他这是破格重任 而且给他派了八个安南巡捕 作为他的保镖 派了八个越南人 就这个督察长的职务 他一直担任到六十岁退休 你看这个黄金庸吗 我们现在一说 他都说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 但是最初他没有正式的加入青帮 他也没有拜过老头子 是为了在上海滩进一步的扩展权势 利用帮会 他就需要广招民徒 但是广招门徒 他按照青帮的规矩 你没有正式加入 你就是空子 你不能开堂收徒 怎么办呢 所以他得找一老头子 拜了谁了 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 大字辈的张静胡 也就是张仁魁 这样呢 他就成了青帮通字辈的 上海正宗的这些个青帮分子 虽然知道他这是空子呀 而且他开香堂的仪式 也不标准 也不规范 是不是 但是你是在上海 他这么大的势力 也就都默认了 没人敢跟他叫声 所以为了扩大势力 他是招收徒弟多多益善 只要愿意当他的徒弟 那个帖子只要写好了 拜黄金融为老师 底下写门声某某某敬拜 这就算成了 只要你啃送礼 这就算是他徒弟了 来这不去 尤其是他做了这个法租界的 督察长之后 一次就收了 这个好几百个徒弟 这些个徒弟 大部分是寻补房的骨干 或者小头目 那会儿当然还有很多 你是唱戏的也好 干嘛的也好 为了自身的安全 也被迫是摆在为师 反正在他的徒弟当中 军警 什么工商 一步行象 各行各业人物 就全有没有没有的 在这个状态下呢 那就算是成为一代名流了吧 虽然说他有了这个督察长的地位 但是他确实还不满足 要进一步的攀附权贵 抬高社会地位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 正处在困难时期 这个孙先生后来在1918年嘛 因为广东政学界 跟贵系军阀串通一气嘛 把他排斥孙先生 孙先生就辞去了军政府 大元帅的职务 离开广州来到上海 有一批革命者 也跟随了他上海 这黄金融的图里有个叫徐福生的 他当年这个做鸦片生意时候呢 认识一帮广东人 又通过他们认识了这些个革命者 孙先生呢 就知道徐福生是黄金融的弟子 那也想利用黄金融在这的势力呢 能够掩护一下革命者的活动 就写了一个扇面 请他去约见一下黄金融 这一说黄金融那是喜欢结交名流 很高兴 一见面的时候就聊了很多 孙先生呢 也跟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 他呢也答应 说以后这个要多多的帮助啊 保护什么的 所以说在接到这些个来信呢 包括后来聊天的过程当中 黄金融也确实还拿出了一千多个钱 交给徐福生 转交孙先生 也通知余夏清 也拿出点钱来 所以之后黄金融总说 跟徒弟们说 你看我一生中讲义气众朋友 孙先生的革命我也曾经出过一些个例 但他结交最多的还是军阀跟官僚 那你比如说这个 呃 孙护护军使 何丰林 还有这个警察厅厅长徐国良 他跟他们一块贩卖鸦片 所以说他这个人呢 这是有手段 有脑子 甚至包括他那会儿 跟这个蒋介石 还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来 在护军都督陈其美的手下 担任第五团的中校团长 但是后来这个 1913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呢 加入讨原军 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 失败之后呢 这个就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嘛 逃到上海避难 1916年 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之后 蒋介石就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 那会儿来说 二十年代初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 蒋在上海交易所当小职员 收入还是挺微薄的 他那会儿就决定说离开上海 到广州投奔孙先生 可是要缺这个盘子 没法去怎么办呢 上海商会会长 这同乡是他的 于恰清介绍他 你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吧 是不是 其实黄金荣啊 就想那会儿是想赌一把 就答应了 这个讲拜黄为老头子的方法 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因为于恰清 他不熟悉收徒的这个规矩 所以呢 他拜着去吧 就写了一张红帖子 就是黄老父子台前 授业门生蒋志清 就这么简单 黄金荣是因为事先了解了蒋的情况 知道他要去广州投奔孙先生 为了讨好于恰清 也就没怎么计较 反而呢 还送了二百块大洋 当然事后呢 于恰清呢 跟这个黄金荣还出面 提醒了 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债务 这一切都是说 他当时这个人呢 他有头脑 他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知道他怎么做 1927年 农历11月初一 这个是黄金荣的60岁生日 好好家伙 黄公馆上人下下 热闹非凡 当天呢 这个准备了流水席啊 就是谁吃饭都可以吃 大麻将跟他玩 徒弟们也都知道他爱钱 就都送钱 这一天下来 好家伙 收了那钱的多了惊人 他才发现 这过生日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来财的道啊 所以打这行 每年这天 他都举办受礼 过去说这叫什么呢 这叫飞帖打网 不去都不行 这个 这之前他算是一直是 春风得意 了不起 谁都知道上海滩黄先生啊 但是后来 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横渡长江 占领南京 结束了国民党政权 这个进驻上海之后 黄金融知道 他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他是个有罪的人呢 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他确实很担心 他尤其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嘛 当时也是有人劝的 去香港吧 他是担心身体吃不消 所以呢 他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是决定 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 大屠杀 掩护一些个地下党员 支持他们接管上海 并且让门生啊 搜集了帮会头目的情报 有一个四百多名 头目的这个名单 哎 交给地下组织 那进行控制 防止他们捣乱 但是这个 另一方面呢 他又让他儿媳妇 把所有的金银的外汇财宝啊 带往香港 那他后来说这事不知道 但是通过许多事情表明 这是他在外边的一手准备 上海解放的初期呢 他是赵长津的产业 你大世界 黄金大席院 荣金大席院 每月都挣钱 他还有很多房产 也都有这个门徒们承包 然后这个对外出租什么的 尤其生活上 还跟原来一样 抽大烟 泡澡堂子 还是那样 解放初期呢 人民政府对他也没有 加以什么惩处 因为那会儿新中国成立前夕呢 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 有过明确的方针 就不出来捣乱 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 老实的接受改造啊 就不动他 特别是对这种这个帮会 头面人物 也是采取说观察一个时期 然后再说 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 1951年的年初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 黄金融这日子难过了 经过是控诉信检举信 给有关部门 所以呢 这会儿开始 人民政府也着手处理他的一些问题 黄金融写了个悔过书 公开登报 认罪 生活上呢 也有所改变呢 鸦片不能再抽了 而且政府也派人跟他说 你要参加劳动 但是他这会儿你说80岁了 身体条件呢 也不是特别好 怎么办呢 就到这个大世界的门口扫马路 他当年那个大世界 他那多风光 他自己的大买买 他在这儿呢 扫马路也确实这个照片 引起了轰动 但是这个心情恐慌啊 不久呢 也就病了 开始的时候呢 说是每天就跟着坐着 到后来坐不住 躺着 一直到1953年6月9号的下午 算是走完了 他人生最后一步 中年是86岁 黄金融这一生呢 反正结过两次婚 一个就是跟林贵生 林贵生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人称叫贵生姐 还有一个呢 是京剧名龄 叫陆兰春 陆兰春现在还有很多老唱片 那我们也没少听 就是京剧的女老生 你今天听陆兰春当年的唱片 你也会觉得 他的唱腔 他的土字 方方面面的 很讲究 是当年很著名的一个 立元人物 那么这个 林贵生呢 就是贵生姐呢 他也是有来历的 林贵生的父亲是 做档铺生意的 母亲呢 原来是炎花院的女子 由于出生的个日子 是8月15 所以呢 父母起名叫贵生 8月为贵月嘛 后来父亲去世了 就说 你俩也不容易 找人欺负什么的 这会儿呢 这个 他母亲就想 我这个闺女 找个上门的女婿 做靠山嘛 是吧 找吧 哎 也找了当时衙门 有一捕块 这个捕块呢 还行 反正胸无大致呗 但是能照顾着 得了 可是呢 这个日子过的呢 林贵生就觉得 没意思 那儿就掌握 太无能了 就是不满 就这么巧的时候 黄金荣出现了 因为黄金荣在上海 县衙那会儿当捕块 他公务来往 他跟马捕块有交往 那会儿是他到苏州 到苏州 一见面 说闲话什么的 但是他去那天呢 这个马捕块不在家 一说这事呢 林贵生还挺痛快 啊行吧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你甭管了 如何如何的 所以说呢 这之后呢 他就感觉到这个 林贵生这个人很冲 有能力 所以后来那跟马捕块来往 还确实买了礼物啊 咱们得交往 尤其在苏州不开戏馆嘛 请林贵生来看戏来吧 老去看戏去 哎 只要有什么新戏啊 来了好绝了 就一定给他预留好座位 摆上什么点心呢 茶水啊 水果什么的 林贵生一看戏来 黄金荣就亲自出来就赔 那有时候 上家吃个饭吧 就让上家去 这个天长日久的 这俩人你爱我我爱你 就有了爱慕之情了 最早的时候 还就算是偷偷摸摸吧 到后来 就就把这马捕块就赶走了 啊 就是到后来 这黄金荣不是从苏州 二次就回上海吗 巡捕房 总监都不邀他吗 哎 所以说走之前 就跟林贵生 俩人在苏州 正式结为夫妻 一块回到上海谈 这个林贵生啊 他是敢想敢做 啊 行事恋大 所以说这个 在上海谈很多事情 可以说黄金荣的发迹 林贵生是立下汉马功劳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在他俩人之间 唯一有一个遗憾的 就是林贵生 也没生过孩子 没有生儿育女 那怎么办呢 后来就领养了一个儿子 领养一个闺女 就在这个林贵生 还在这个烟花巷的时候呢 当时身边有一小丫头 叫李志青 李志青长得还挺秀气 又聪明 所以林贵生呢 就没让他做妓女 卖身 留在身边就伺候自己 简直就拿着当自己的闺女 是一样的 嫁给黄金荣之后呢 就一直还把李志青带在身边 到后来不是领养一个儿子吗 就把李志青跟他 跟这儿子俩人结婚了 可惜这个杨子啊 命太薄了 不到二十岁就死了 当然了 后来这个黄金荣又爱上这个 鹿兰春了 这个鹿兰春呢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头 上海谈红遍一时的女艺人 您算呢 这个黄金荣 鹿兰春结婚 这是当年在上海 轰动最大的一个 花边新闻 就喜欢鹿兰春 但是鹿兰春呢 也提出好多条件来了 说 假给你凭什么呀 是吧 说就因为你是黄金荣 你这么厉害 那么厉害 但是我 我不爱你呀 可是要是跟你的话也行 我得明媒正确 你得跟这个 林贵生 得离婚 然后八台大叫 我正式的 我就上你们家去 但其实这个事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呢 您想了 黄金荣 跟这个林贵生 一路打打杀杀 是完全靠着贵生姐 把他扶持到后来这个状态 说你想 八台大其实不容易 所有人都认为 这事成不了 鹿兰春提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无理要求 目的就是让这个事 不能成功 但是呢 这个 黄金荣也是铁了心了 就喜欢鹿兰春 说什么都不成 那好 我去找去 他就竟然跟林贵生 说这事 就我准备这个 跟你离婚 离婚之后 他就实施的 我就好好地要 要娶鹿兰春 所以这个事情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 这个挺可怕 因为什么呢 脾气也大 尤其是这个林贵生 他怎么可能能成功呢 因为他 其实在算是上海 上海滩 不次于黄金荣的 这么一个身份 你当年这个 在上海网络门徒 什么的方面面 全是他 他人家自己就认识很多 三教九流 所以说怎么能够就 门徒上千的人 就能答应你这个事呢 但是最后林贵生 还是挺厉害的 好吧 你要是愿意的话 那就 那就同意了呗 我就跟你分手吧 所以说这个事 林贵生让给他了 但是呢 后来据传说吧 这个 林贵生也很难过 因为什么呢 他好像只拿着 五万块钱 就离开皇家了 这事呢 到后来黄金荣 也曾经跟杜月生说过 说我呀 错了一步棋 错这步棋 就是我起家在 女人身上 败家在女人身上 他指的呢 起家在女人身上 就是跟林贵生 败家呢 是因为跟路兰春 因为后来 路兰春趁他外出的时候 房产地契金条 据说都给他拿走了 后来这个 黄金荣在皇家大院里呢 种了这个六百棵桂花树 他是拿这个 来怀念一下 自己的糟糠之妻 林贵生 但是林贵生 最终也没有回去 这个一手创立青帮 把上海滩 搅得腥风雪雨的 这个女子 最后是隐没在上海 西墨路的一个老房子里边 林贵生去世的时候呢 是1981年 可以说贵生姐 就是赢了人生 但是没管住自己的男人 最终孤独的死去 他这算是结束了上海滩上的 一场传奇吧 他这一生很肆意 但是最后呢 结果确实也不太让人满意 路兰春呢 他其实应该是黄金荣的门生 门生有一个叫张诗 是张诗的养女 他那会儿来说就是 他俩岁数差的太多了 因为黄金荣已经50多岁了 那会儿路兰春才多大 他不到20呢 他就爱看就非得要跟他 因为当时也确实出了很多的事 包括浙江都军 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 上海滩出名的那个四公子 那叫卢小佳呀 那那会儿就爱着都不行了 也曾经是让跟班的 给路兰春送什么大钻戒什么的 路兰春都不答应 给他拒绝了 所以那会儿 有一次路兰春 有一步答应吧 路小佳心里没好气 坐台底喊道好 黄金荣在包厢看戏呢 喊道好过去啪啪 给卢小佳俩大嘴巴 后来这个卢小佳要带人来拿手枪 顶着黄金荣脑子 把他绑架了 杜月生张笑霖出面 又打通了卢府 然后什么又花了多少多少钱 才把这个黄金荣赎回来 所以说他这个事儿闹得其实不是特别愉快 因为路兰春跟黄金荣结婚也才三年左右 后来据传说是跟一个洋行的买伴产生了恋情 最后离婚 黄金荣除了支付财产补偿还提出来了 路兰春今后不准离开上海 而且不准登台演出 这个事儿也最后闹得很不愉快吧 但是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感受只有当事人自己 我们现在聊这些 也无外乎是故老相传 故望言之 故望听之 我这么一说 你这么一听 也就是了